年度的国营事业正式进入了考季 从5月份开始 陆陆续续各大国营事业都会开始招考 目前最明确的消息 是在10月份已经定案的经济部国营事业连招 这是已经完全定案的消息 请同学可以提前做准备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有很多的国营事业都可以估计在下半年出现考试 我们在这边给同学一些数字上面的一个讯息 目前呢很多同学比较关心的是属于邮局的部分 目前邮政公司呢 现阶段大家应该还看不到考试讯息 原本估计是6月份看起来是会延后的 目前呢预估应该会出现在7月到8月期间 这个是一个可能发生的周期 那另外呢包含了中华电信 那中华电信的部分 现阶段上半年考过第一波了 那目前估计下半年度应该还会再出现第二次的考试 二次的考试来讲的话 机会很大会在营业所的相关业务人员 以及公务组的外务人员 那另外还有烟酒公司的部分 烟酒公司的部分呢 目前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点 应该是下半年大概9月份到10月份期间 OK 那其实这三大考试呢 我建议同学在搭配上 其实都可以以目前已经确定知道的这个考试 就是经济部的联合招考 也就是在10月份的考试 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起始点 也就是说 你10月份考试为一个准备周期 过程当中发生下半国营事业考试 只要你准备对了科目 相信只要出现考试都可以报考 很多同学其实不了解 好 国营事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不要问我你要考哪一间 其实你只要准备对的考课 每一间都能考 因为考试科目 重叠率跟重复率非常非常高 很多同学其实都没有去掌握到 这个考试的诀窍 换言之 你只要准备对的科目 任何一家公职或是国营事业考试 一旦出现的那一剎那 你就可以立即投入准备 很多同学其实都是这样考上的 所以我建议同学 在考课的掌握上面 以及各考试的制度和考试的配分 准备技巧 都可以就近洽取我们各地的三名普考会台 让你更清楚了解考试的准备方向 今年国营事业是个非常大的机会 欲突缺额总加起来应该超过5000个 在目前找工作不好找的情况下 建议你用考的工作 相信比你早的来得更好 希望同学今年在考试的部分顺利金榜比例 谢谢大家